歡迎來到夢想世界 今天就講一下 這個匯漏三大原因 看到那個新聞 有一個人移民了英國 打算高位賣了樓 香港有三百萬代六代 移民 贏 怎知道這三年 花了三百萬 真是燒錢燒光 詳情我沒有看這宗新聞 但我看了另一個人 講旅居 我看他的YouTube Channel 覺得挺好的 因為這個人去了很多地方 新加坡 馬西亞 美國 歐洲 美國 那些地方 加拿大 他都住了很長時間 現在很流行的 叫旅居 譬如每個人都 覺得自己住的地方不滿意 那 想去其他地方 重新生活 加上現在 電子郵文 又沒有民族 工作未必一定要辦辦公室 所以那些辦公室 價錢跌得這麼厲害 就是因為 在哪裡都可以做的 那我看過有些 譬如請人是很誇張的 尤其是一些國際公司 譬如interview 你可能要做 十回合的interview 然後你是在不同國家 譬如印度 日本 Manager 去見你 全部都是視像的 所以 這件事很普遍 住在別的地方 其實一點都不驚訝 但是移民 就是熱門的主題 香港這幾年都不斷說移民 那為什麼 那些人要離開呢 現在開始有些人離開 那這個人 就住過加拿大 和美國 他現在暫時在美國 但其實他遇到的問題 其實很相似 跟英國 其他地方都很相似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挺有趣 用十分鐘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件事 這位女士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教育的問題 教育呢 就是 他說 現在 加拿大和美國 有一個問題 就是 LGBT 那些 或者 有Lesbian Gay 那些 現在 都有很多不同的性別出現 這些性別 就很有趣 就任你進去廁所 那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看這段 就是 因為他講一些很仔細的事情 你去到那裡才知道 就是 他無緣無故 男人會走入女廁 女生會走入男廁 他覺得自己是什麼性別 就去哪個廁所 有時候 你是很難教孩子 有些人說 那裡的教育好 但是他也教你這些事情 文化上的差異 你不知道怎麼跟子女解釋 為什麼無緣無故這樣 我們不習慣這樣 我們亞洲人就是 男人就是 男人就是 女人就是 他們是很自由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呢 就是 因為 很多人在自由的時候 投票 他想拿他的票 想支持他 於是 就連少數人 都要拉攏他們過來 想多些選票 那自由社會投票出來 民主就是這樣 任你 你什麼都可以 這樣 於是 他們就 很難教孩子 這個就是 那個自由 的代價 你不要以為自由沒有代價 還有他們 很多都 未必喜歡讀書 不讀 沒有所謂的 不讀就不讀 那你做男嶺 什麼都可以 沒有所謂的 他們是沒有這個界別的 但是你又 教個小孩 又很難的 就是 做醫生 律師做什麼 更低人工 駕駛巴士 不如去駕駛巴士 就是這樣 你的價值觀 跟我們完全不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他講得很好 醫療 他說他有個朋友 在那裏做事 不敢 停 即是 快了份工 那為什麼呢 就因為 他說他要看癌症 看癌症 就要打完針 就是因為他公司有Cover 那Cover 就變成 不遲了份工 因為他有癌症 很貴 一枝針 那他們那邊 叫救護車 都要幾千元一次 現在好像加了價錢 所以 他去醫院之前 就要打完電話 哎呀 跟保險公司 你包不包啊 醫生等等等等 才敢入院 其實美國很多人看醫生 都破產 是說真的 一件事就已經破產 所以他一定有醫療Cover 於是你每次 又要打幾個電話 又要協調保險公司 又要搞醫生 又要看看有沒有 還未必有位 如果真的沒有位看 又要找他的GP 去看完 再refer你過去 很複雜 他說很煩 那些醫療系統 是很煩 經常有人說 醫療很好 又說包了所有東西 但是 加上現在 你也知道多了這麼多的移民 其實基本上 你是沒有什麼服務的 他打電話 打很久 又要等很久 還要搞這麼多手續 有時候你在香港 方便了 你一看就立即 立即打電話 你去到那裡 才知道 原來這麼煩 然後 沒有說過醫療質素 所以醫療 有另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治安問題 這個肯定是一個問題 他說 帶小朋友去玩 去公園玩 以前都不覺得 他說幼稚園去玩 誰知道 他發現原來 外面的草地 已經被人刺死了 他以前去想 就說 我搬好些區 就沒事了 但其實這些人是散播 那些人會到處走 當你經濟不好 那些情緒不穩定 或者有很多種種原因 他們是無端端拿一把刀出來刺人 或者做一些 不要說搶劫那些 那些 又吸毒 又有 他們現在就進化到一個 叫安全屋 安全屋 就是說 政府把房子蓋好給你 在裡面拍泥 在裡面打泥 就不要走出來 但你這樣 是鼓勵他們 其實這個是掃蕩 他們不讓他們吃 還是怎樣 因為他們阻止不了 那我就把房子蓋給你 在裡面打針 那時候去公園玩 很多人說 在英國很多公園玩 很棒 但你去公園玩 還要到處看看草地 是不是真的有針筒 玻璃 那些東西 那些小孩去玩 那整個地方很不安全 你不會想到這些細節 你作為父母就會擔心 你作為父母就會擔心 衝出去公園玩 摸到什麼 碰到什麼 碰到什麼 你都不知道 有針筒到處吃 不要說垃圾 如果在英國 你知道那些公園 沒有了之後 到處都是垃圾 很髒 法國那些也是 那些人說 為什麼法國那麼髒 這個不是底位 是他們自己的人說 我聽過的都是當地人說 這個又是一個問題 還有 生活成本很貴 如果去過 你就知道 每個人都說 在那裡吃東西很貴 幾塊錢 一餐 人工高了 沒所謂 那他裡面又反駁 他就說 人工高了 但是你扣分些稅 現在簡直是說 退休金也不給你 審查你的日息太高 現在英國又絕到一個點 也是這樣 當你收入相當高 他可能會派發給你 美國在說這件事 即是說 你工了一千萬的退休金 他不給你 即是說得這麼絕 即是當你去到的時候 現在你不知道 那你覺得 如果十年 二十年後 那些退休金 就是越來越多人去工 那些退休金 還是越來越少人 你真的是不是拿到這件事 又是另一個問題 他們去吃東西 好像跟香港一樣 又說那些東西難吃又貴 在美國那邊 那好吧 難吃都算是少 他說那些餐廳沒有服務 不如叫他拿東西來 鬼死那麼久 又黑麵 扔東西 那又要 他說 即是服務很差 但問題是現在 在美國 就不要給20%提示 你吃一頓 例如一千元 你要給兩百多元 提示 如果不是那些人 黑麵 或者直接對著你問 你為什麼要給這麼少提示 美國人 英國 英國 我想都差不多 都是要給很多 即是你要聰明 但美國 提示文化 為什麼他們有提示文化 說回美國 就是因為那些 老闆 不給 不出這麼多人工 越來越壓低你的薪金 尤其是新移民過去 就說 哎呀你沒有當地經驗 你們 你不值得這麼多人工 於是拿到很多人工 就叫那些 即是客人 自己給他們提示 補回他們的薪水 所以 他們是很緊張 提示 所以 因為這些問題 那些人就走了